在这个视频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道歉 在去年3月份呢,我们刚开始经营这个账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了一期视频,叫做你出门开哪吒嘛 没想到啊,当时这个并不被很多人开好的品牌 交付量呢,在2020年去稳居造车新实力的品牌的前列 那么这么多人选择这个品牌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品牌的商业逻辑又是什么 我们找了量他们的提见来研究了一番 就和哪吒这个品牌名一样 所有第一次见到哪吒油外观的人一定会感到一丝新气 这辆车啊,有着足道的设计语言 你不会把它和任何既有的品牌混淆在一起 同时呢,这辆车又有着新实力品牌 对于纯电车型该有的理念把握 你甚至在很远处就能感觉到这辆车的与众不同 前后两侧呢,都很强调使用横向元素 来突出这辆车的稳定和穿阔 前后灯组都会让人联想起中国的传统武器 比如说,车和金瓜 车身侧面呢,正能看到这辆车对比例元素的把握 下部黑色的侧裙营造出了SUV的野性 而与车顶一起形成的两个T型造型呢 则构成了整个车最重要的线条走向 比较有意思的是,哪吒这个品牌是为数不多 并不愿被所有的家族风策限制住的新实力品牌 其旗下的集团产品造型各异 但都很对他们目标价位和用户的需求 额炸U的内饰呢,主轴线的设计 仿佛就是直接把这辆车的尾灯翻到了车里 内外呼应的同时,自然呢也把显宽这个优点带到了车里 不过,额炸U并不仅仅是显得宽 这辆车在同价位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真的很宽敞 对于空间有叙售的用户就显得比较超值了 内饰的风择并没有走当下的极简风 除了内饰分层更为明显之外 大量使用的软性材料也保证了整车的触感较为轻索 每个新实力品牌都会有自己在车技功能上的独特创新 比如,哪吒就在后排设置了一个车内探测器 如果发现有生物体被锁在车内 就会及时提醒车主来解救他们 额炸U提供了这个价位最多的车机屏幕组合 屏幕多的好处就是正为直观和便于操作 位于中央下方的快捷操作屏幕 可以很顺手的去调整空调 哪吒U的车机UI并没有全部转向最新的扁平化风格 优点就是功能十分丰富 甚至你还能在高配车型上 见到一个类似蔚来NOMI的语音助手实体机器人 叫做小U 但受限于成本 哪吒U的多块屏幕在硬件观展上 并不算行业最佳水准 非全贴合屏幕导致类似挡杆屏幕等 在阳光直射的形状下并不绝对清晰 在冬季条件下我们也偶然遇到了卡制的现象 而且很少有人敢知道 其实哪吒U也具备了一套非常实用的Pilot系统 不仅交付实在就可用 而且面对北京的常见路况 它的反应也十分的稳健和成熟 对了 我觉得哪吒U最近发布的网约车定制版 其实更酷 只要你骨子里认定哪吒U是一辆SUV 那动力上的反馈就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介绍的高配版本 采用了一台150千瓦的单电机驱动 最大扭矩319米 前置前驱的动力形式 不会给人太过强力的动力刺激 但这样的动力形式 再加上前卖辅讯后多连产的悬架等 都是朝着四平发稳的方式来调教的 从占油车切换过来的用户 一定会极其熟悉这辆车整体的驾驶感受 当然了 如果愿意调到运动模式加横踩油门的话 电动机零延迟的爆发也是有点意思的 但动态方面 这辆车需要更多加强的是人车互动的环节 整车的方向盘虽然十分轻盈 但是指向性还需要加强 这样就能给驾驶人作为明确的回馈 同时刹车油门的初段 如果回弹力也调的正大一些 也会给人更为稳健的感觉 一周多的体验下来 哪吒U对于目标市场和用户的极度精准的判断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辆车整体均衡配置全面没有硬伤 而细节上的少许遗憾 在高性价比面前都不算太大的问题 对于想要体验新鲜车型的人来讲 花几乎最少的钱 就能体验到不少现在费心的战点 比如说 这车可以当做指尖陀螺的车钥匙 也算是一个新兴战点了 但是你千万别把它摔在地上 不然的话 我们把哪吒汽车的指尖陀螺给甩裂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哪吒U的全面体验视频了 更多关于哪吒品牌 以及其他智能品牌的好儿的消息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持续中心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